好好好 嗯 可以 这个有车角度了 电脑调角度了 比如说我们要调 调那个其他角度可以吧 都可以 0到45度 你看这里 这个0到45度 你如果调现在45度 你调35度 按下35度 按下正货就可以了 正的是什么意思 正的就是正转35度 复的就是 复转35度 左转35度 右转35度 你看这个正货是35度了 可以可以 然后你看我们切这个 过来看这个切角度就在 有开了 有有有 有 然后我 你马上不用换掉 我马上调零度 零度就直切了 零度就直切了 你看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有 因为材料没有一点点 你要切一下就没了 然后现在就完了是吧 嗯 这个就 切枝切斜了 嗯 材料都一样了 冷切的材料都一样 不然这个都一样 这就是自带了 嗯 从这里放进去了 一样了 嗯 这里有个手动了 按进掉了 嗯 进了前面进了 他这有一点就是只能切一条 你那个如果说切 就那台 其实你为什么这边不多加多加几家 多加几家 这个转角度一转过来 就转到这里怎么切呢 哦 他这个转角度了 对对对对 你如果全部切支的是可以多一点 你还可以 可以切全部都写 你斜切切一下 斜切切一下 斜切切一下 但是但是这个切的长度好像他不能控制 可以啊 你要多长度可以 这不是一样长度 短一点短一点 这样才不会浪费材料吗 嗯 没有你切角度就不能转了 再短都没有找 看不到角度了 如果不切角度 没有我说这个 这个 我现在已经切了吗 现在切角度嘛 这个你看你看 就角度固定要有那么长哦 不是固定啊 你可以短啊 你要短也可以啊 短一点 如果切到 30就很短了 30他都两边都切到一样 你看 哎 看到 看一下 啊 啊 可以了 嗯 功率三千瓦 我三千瓦 我三千瓦 嗯 电梯带动分界要吸尘嘛 嗯 好 嗯 要切完吗 不要